好 我們就來講了 其實現在台灣內部 有很多的問題 那在國際間 大家現在很擔心的 就是美國的問題 為什麼擔心美國的問題 很多投資人都說 我們買美債 覺得是最穩當的 現在擔心的是美債 好 現在華府智庫 要告訴你 其實美債不用擔心 因為美國債務的這些利息 基本上是已經多到 你就可以想像 你要知道 美國的國防預算 是全世界第一名 那如果他光利息 還不光他本金 就已經超過國防預算了 所以他們自己人就講說 修不修 沒差 沒有差別了 因為基本上 在這種情況之下 增加任何支出 對我們的財政穩定 都一定會有可能造成威脅 就連億萬富翁 怎麼樣來處理這一筆帳 好 馬斯克是發推特感嘆 說基本上 這是一個重大指標 他說現在他看 真的就是怎麼樣 都沒差了啦 都沒有關係了啦 那其實在目前這個當下 對於美國來說 你說國防預算 他可以就這樣放掉嗎 當然不行 因為眼見著 這個大陸這邊對不對 在中國這裡的船艦 像夏小子一樣的下 他當然也會擔心 特別是在印太這一邊 要開始加強勢力範圍 好 現在呢 大陸這邊就很在意這件事了 這個是大陸的外交部 亞洲司司長 他就直接在見印度學者的時候這樣講 說 哎呀 你們老大最近是不是也去了日本啊 某些國家藉著G7拉幫結夥 這會影響到世界 重點是亞洲的和平穩定 還說了G7是什麼 是嘴裡喊羅摩 夜下藏尖刀 據說這個是印度諺語 反正意思就是說 你們不自己好好想想 對其他國家移植氣死 然後呢 這背地裡的不安好心 又意轉移視線 簡直荒唐可笑 指責的就是 你為什麼要把特別國家的內政問題 跟烏克蘭危機 做有新的類比 這一講不又再講台灣問題嗎 好 現在G7的峰會 其實美國的講法是 你們想太多了啦 中國真的想太多了啦 我們對你一點敵意都沒有 好 我們現在其實要討論的是什麼 是直接 就是這個問題確實有嘛 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直接解決問題 但是我們一點敵意都沒有 我們的語言絕對不帶敵意 只是想要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方式 這你相信嗎 好 到目前其實G7的峰會 他們在討論的還有另一件事情 就是對額跟對中 額的話很明顯就是額污問題 中的話現在他們要講的是什麼 中國的核武是不是擴增 會對於我們的穩定造成疑慮 另一件事情則是說 那我們就必須要好好討論 怎麼樣能夠跟他們好好來談一談 經濟的影響力的部分 因為有經濟脅迫 先前提到他們財產會的時候這樣子講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採取計畫 對於中國的經濟影響力要有所回應 對於這一些說法 中方的回應就是 G7不是鐵板一塊 當推動器還是戰略工具 他還必須面臨選擇論 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現在美國他們自己對自己的朋友 常常也是下毒手 汪文斌他就這樣講 汪了嗎 日本的東芝 德國的西門子 法國的阿爾斯通 你們這些也不都是美國 脅迫外交的受害者嗎 你要討論我們什麼經濟脅迫 你要不要先討論一下 你們美國又是怎麼做的呢 好其實在日本這邊 他們講法就是 說現在G7的國家跟中國 也有所謂的密切經濟聯繫 因為人家現在經濟體就是很大 就是世界第二大 那你有可能會傷到其他的人 法國這邊也直接講了 說馬克宏就直接說了 他們的G7不是反華的G7 他們想要給中方一個訊號 就是積極的信號 要在共同談判條件之下來合作 那義大利這邊也說了 其實我們所謂的共同價值觀 不是美國利益 好這件事情 他們看得很清楚 俄羅斯這邊又是怎麼講的呢 好俄羅斯這邊當然就是講俄烏戰爭 他們現在要說的就是 是不是要把他所謂的 戰爭機器問題給癱瘓 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要讓他沒錢 你要讓他沒有物資 沒有資源 這一些東西通通能限制的就限制出口 能制裁的就制裁 所以要再一輪的新制裁 能賺錢的鑽石 現在也不要讓他出口了 好這些事情都應該一個一個 接下來做接下來談 而且在明天 責倫司機他即將就要到日本這邊來 他是本人來這邊發表演講的 我本來說視訊沒有沒有 親身跑一趟 這主要原因是因為 現在他跟中方的特使 李輝這邊見面之後 其實也去了 沙烏地阿拉伯這裡 強調什麼 強調說你們不要對我們視而不見 你們也應該要誠實的看待 烏克蘭戰士 所以這一次來到G7 是不是又要要求協助 又要要錢呢 好在目前大家分析是什麼 如果他真的有要再打一次 所謂的夏季戰爭 或者是這個春季戰爭 春天快過 夏季戰爭的話 他確實必須要去冒這個險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必須要在這個地方 因為是廣島 曾經飽受戰爭恐怖威脅的廣島 你到這邊來請求大家來協助 其實是會有影響力的 是會讓社會當中 全世界產生共鳴的 也許你真的可以拿到更多武器 至少現在拜登就已經講了 願意再幫你添彩火 願意再軍援你116億元 好回過頭來就要來問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安全很重要 賴老師 所以當華府智庫講了 說美國債務利息超過 國防預算上限 其實修不修真的也沒差了 還是要修 因為美國政府時代是花太多錢 而且亂花錢 在過去歐巴馬時代的時候 他嚴格的限制 他的國防的預算 有一個上限 就是5000多億美元 絕對不能夠突破這個天花板 那你想想看 從川普上來了以後 就到了七八千億了 然後拜登上來 再往下疊加 現在已經疊加到8000多億 所以等於是中間差了 3000多億美元 各位 從川普到現在 各位您想想看 川普四年 拜登兩年多 六年 如果一直控制在歐巴馬的 5000多億的話 那這六年間的話 是不是1萬8000多億 快2萬億美元了 美國的這個債務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壓力 可是現在 他的單單利息的支出 都要8000多億 而國防的支出 也是8000多億 但是社會民生的支出 你不能減少 因為社會民生的支出 包括退休金 包括一些社會津貼 包括這些窮苦人家的 這些救濟 這個是硬的 我們叫做 它是一個硬預算 是完全不能動的 那這樣的情形下 你只能從國防的預算裡面來 而且事實上現在 世界上沒有重大的戰爭 有人講說 那烏克蘭戰爭算不算 其實不是 因為烏克蘭戰爭 是可控制性的 為什麼 沒有發生戰爭前 更早以前 馬克宏說了一句話 就是說北約已經腦死 那他的階段性的任務 已經結束了 那意思也就是 北約應該要解散 歐洲人應該要有自己的軍隊 所以歐洲人管歐洲的事 歐洲的事歐洲人負責 那你美國你就離開北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 你北約沒有的話 你美國就可以省下一大筆預算 結果美國一聽 這樣子如果北約被解散了 那我怎麼辦 所以就搞出一個烏克蘭的事件 因為俄國當時就跟美國跟北約說 我們可以簽安全相互保障協定 很明顯的美國拒絕的目的 所以就爆發了這個衝突 那這個就是一整個都是 美國人抄起來的 現在的情況是怎麼善了 善了不了 那美國的預算該怎麼辦 也解決不了 我們看到最新的一個新聞出來 美國的國會現在就跟白宮在談判 談判破裂了 第二次破裂了 然後他們議員 就第二次的結束了 離席了 也就是因為他們認為 你逼得我們各說各話 逼得我們只能買你的單 我們做不到 所以不幹了 那這樣的話 股票當然就下錯 我覺得以美國目前的情況 一直在這樣子惡搞 坦白說G7中國沒有在怕 只是討厭 會煩 也就是說沒完沒了的 這七個國家 都是衰敗的七個國家 衰敗的原來最富裕的七個國家 都一個國家 比一個國家在衰敗的時候 還不斷的舉在一起來搞事 這個當然會讓中國 大陸覺得很煩 好 那請教吳老師 您怎麼樣來看 雖然說講是這樣講 但是確實這裡頭 他們就是對於中方 有非常非常多的指教 可是蘇利文特別強調 你不要說我們是有敵意 我們對他一點敵意都沒有 我們只是確實 有一些中國議題 有一些挑戰 我們必須共同面對 所以我們只是直接的講法 我們不是有敵意的講法 我們怎麼看 跟各位觀眾這個補充一下 這G7有什麼 美國 德國 英國 法國 日本 義大利 加拿大 好不好 我們先看清楚這個 那其實一開始是在七零年代 石油危機的時候 那經濟蕭條 那美國財政部長喬治收支 他就出來說 我們就把幾個 這五大工業國聚在一起 一開始五個 對 後來加了這個意大利 跟加拿大 就變七個 後來因為俄羅斯的這個經濟會搶 他們把俄羅斯包進來 對 然後九八年 九八年俄羅斯進來 後來因為克里米亞危機 他們俄羅斯被踢掉了 那意識形態就感覺更單純 因為看起來這七個就是什麼 以民主意識掛帥 我講西方式民主的 意識掛帥的一個集團 如果我們講OECD 是所謂的富國俱樂部的話 那G7我們叫什麼 高富帥 叫強權俱樂部 這七個工業國家 他不只是經濟強 他工業強 他軍事也強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以美國為首 把這個七個最強的國家 拉在一起 拉幫解派 就是這樣子 偏偏現在我們又遇到一個 所謂的東西對抗 意識形態對抗的不一樣 所以很多人就開始在上面炒熱飯 炒冷飯 就是說G7就是要對抗中國經濟 這個coercion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你看前幾天這個他還在 Trust 我們每次講Trust Trust不是來了嗎 他就講經濟北約 我就左思右想不得其解 什麼叫經濟北約 北約是北約 而且就像我講 北約有你在老死找不到對手 所以北約要趕快找一個對手 就是要對抗 問題是什麼是經濟北約 我想到這個Trust在講 如果G7可以成為這種經濟北約 來對抗中國 會不會是一個他想要做的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在經濟上 不斷有這個擴張 可是你要跟他做生意 又怕被他滲透 所以乾脆就用這G7 來做他跟他對抗 我覺得是有這個意思在這裡 重點來了 問題來了 第一個 這裡面這幾個國家 我可以看 德國 英國 法國 義大利 他們國內的聲音很雜 你看 雖然義大利總理 美大利說他要推出義大利路 問題是義大利裡面也是說 這個中國經濟重要 義大利不可以跟他脫鉤 這是可能政治上語言 德國更不用講了 德國那個紅玉燈聯盟 裡面自己也是有很大的問題 對中國的經濟是不是要脫鉤 他們都無法達成共識 更不用講馬克宏 法國直接講出那些話 全世界化然 那假如連G7裡面 都有不同的雜音 目前拜登就很麻煩 他面對中國該用什麼方法 來作為這個 這個balance of power 我們講抗衡 經濟上感覺 他們別忘了各位觀眾朋友 還有一個叫BRICS 金磚五國 金磚五國就是對著G7來的 他們在二十國 二十國就是互相balance的 他們各有各的擅長 一個是代表七大工業國 一個代表新興起來的 所謂人口佔全球 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的最大的經濟體的結合 那未來這個精彩可看 精彩好戲可看 到底是意識形態掛算 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前義大利這個主委員說 這個共同價值觀不是美國的意義 什麼叫共同價值觀 是民主嗎 是大賺錢嗎 還是其他的 我不知道 我們來看 再來看 賓哥呢 賓哥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這個嘴喊羅摩夜長劍刀 其實就是我們台語的那個 嘴唸金手亂摸那個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是個更本土 對啊 其實同樣一個意思 印度跟台灣人的想法是差不多的 那我必須講 這個基本上 這次G7開會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衝著中國人來的 表面上好像是說 我們要聯合制裁俄羅斯要幹嘛 那實際上就是 你實際上就是見指中國大陸 然後蘇立委還好意思講說 我們只是直接於沒有敵意 其實我們幫蘇立委你翻譯好不好 對不起啦 我只是想要打死你而已 我沒有別的意思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就是想要弄死中國嘛 那擺明了嘛 那這些國家只是在假掰而已 你明明就想弄人家不敢講 就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不是針對他 如果你不是想要弄他的話 那我想請教一下 G7本來的目的幹嘛 剛剛吳教授已經解釋很清楚 你本來應該是要 要應付經濟危機的一個東西 結果你現在變成一個 經濟跟軍事制裁大會 就變成這樣 請問一下 這是G7成立的本意嗎 好像不是吧 那為什麼會變這樣呢 其實就是這位義大利的 這位叫委員會前主席 他講得很清楚 其實他們都只是在實行 美國的意志而已 那為什麼美國的意志這麼堅強 就是我們這個一開始提到的 因為美國一國的軍費 占了全世界幾乎一半 那如果你們覺得中國大陸 增設核子武器很危險的話 為什麼不覺得一個國家 單獨一個國家 世界有將近兩百個國家 單獨一個國家 為什麼可以佔全世界 快要軍費一半 為什麼沒有人譴責這件事 不覺得很奇怪 這個國家為什麼需要 這麼多軍事預算 你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完全扭曲的價值觀 也就是這些西方的國家一直在說 我們西方的價值就是對 我們西方愛怎麼做就可以 你不符合我的規則 你就是錯了 你就必須要被制裁 就必須要被檢討 這種東西過去因為西方這些國家強 所以大家被迫不得不接受 可是現在你們已經沒那麼強了 你覺得世界還圍著你們賺嗎 我認為會改變 好 我們等等回來呢 就要繼續來看到的是 世界其實現在確實有在改變 好特別的事 過往我們可能認為 比較沒那麼重要的地方 現在其實回過頭來看 你把世界換另一個角度來看 你會發現 從戰略位置上來講 它真的還滿重要的 等等回來講的是重要 我們先進行廣告